其實溫差才是一個最大的殺手 所以心肌梗塞其實在冬天的時候很常發生 有五大症狀不要輕呼 天氣冷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這五個症狀 持續變得更加嚴重 或是更加你沒有辦法忍受的 基本上你都要小心 可是近年我們會發現說 很多年輕人開始有心肌梗塞 我自己本身接觸了案例 最年輕的是32歲 而且是女生 基本上女生有心血管疾病的機率是不高的 她其實沒有三高也是瘦瘦的 她只有一點就是她常常抽菸 基本上心肌梗塞要治療的方式 唯一就是要趕快就醫 因為心肌梗塞輕 非常的輕微 可能就症狀不舒服 不影響心臟狀 重有可能馬上就猝死 冬季來臨溫度距降 早晚溫差大可能使血管收縮 造成血壓飆升 更讓心血管事件發生率隨之增加 根據微福部統計 心臟病是國人第二號殺手 再加上腦中風 高血壓糖尿病等血管性疾病 每年就造成5.4萬人死亡 而冬季進補更要小心主動脈剝離 心肌梗塞等致命心血管疾病 到底心肌梗塞的症狀有哪些 吃什麼才能有效預防呢 現在就跟著健康聊天室 來保養自己的心血管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台醫院心血管中心 身上內科主任林蔚文醫師 那其實冬天的時候 因為天氣冷 要加上溫差的變化 那因為天氣冷的時候 血管會收縮 因為是膠染神經刺激之後 血管收縮 血壓就會上升 心跳也會變得更快 這時候你血壓亂飆 亂飆的時候 你的血管低格會受到衝擊 心臟也會跟著受到衝擊 這時候就會產生 所謂的血管性的事件 包括了心肌梗塞 包括腦中風等等 也會在這個時候更容易發生 其實溫差才是一個最大的殺手 所以如果你在一個很熱的環境 突然到一個很冷的環境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做好保暖 然後讓身體慢慢適應 天氣這個突然變冷 或是你身體突然要冷下來 這個溫差的改變 這是非常重要的 冬天喜歡泡溫泉 他就是泡熱的很熱的 突然又跳到冷水池 這個很危險 或許你是健康的狀態 你是健康正常人是沒有問題 你本身可能有潛在性的 你的心臟血管疾病的話 你可能不自知 或是你已經知道了 你沒有注意到 突然這個溫差的變化的話 就會讓這個身體 跟你的心臟 跟血管出現狀況 所以基本上我要跟大家講說 要預熱或是要緩步的調節 這是非常重要的 來適應這種溫差的變化 像是要沖熱水的時候 你可以先溫度不要太高 從你的四肢開始 比較沒有那麼敏感 不要直接沖軀幹 或是你的頭部的地方 從手開始慢慢適應溫度 其實我們都知道血管的疾病 它是今年累月 日積月累 你只要時間越久的話 你的血管容易出狀況的機率就越高 當你的血管管境 從一開始很通的情況下 變成這麼狹窄的情況下 你的血液的供疏到細胞 或心臟的細胞就會出現問題 出現短缺 這時候你就會開始有一些症狀出現 其實林醫師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有五大症狀 不要輕忽 第一個就是胸悶 胸痛 呼吸喘 呼吸困難 跟心肌 這五大症狀 因為這五大症狀 就是心肌梗塞 有時候是很典型的一個症狀 就是尤其在天氣冷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這五個症狀 如果它有持續變得更加嚴重 或是更加 你沒有辦法忍受的 基本上你都要小心 基本上心肌梗塞要治救的方式 唯一就是要趕快救醫 天下只有一個人可以救你 就是心臟科醫師可以救你 那因為一旦真的是心肌梗塞的話 你要打通血管 讓血液趕快在短時之內 恢復暢通 這是才是最重要 你沒有辦法靠著外力的方式 讓自己可以血管就通了 這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而且是有風險 極高的風險 因為心肌梗塞 輕 非常的輕 有可能症狀不舒服 不影響心臟 重有可能馬上就猝死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一定要停下 你所有的活動跟工作 馬上坐下來 或甚至躺下來休息 不要讓自己在身體 再繼續處於一個壓力的情況下 第二個一定要call for help 就是我們要尋求幫助支援 因為很多我們看到很多患者 就是不舒服 他自己就是開車來急診 所以基本上可能下一秒 他就昏厥了 很重要就是你有可能是會突然心臟驟停 這時候你需要專業的人趕快幫你做CPR 因為黃金這個時間你要趕快做急救 不然的話你可能就是就算送到醫院也來不及 基本上年輕人其實罹患心肌梗塞的機率其實並不高 心肌梗塞有一個先決的就是你本身血管可能會比較不好 本身就有一個冠狀動脈疾病或是血管加載 因為這裡有突出來是有斑塊 在一個一定突然的一個壓力讓這個斑塊破裂 破裂之後他會產生所謂的血栓 紅紅這個就是血塊 然後堵住狹窄的管槍 整個堵住之後 血管就不通 這才是心肌梗塞 所以他的前提大部分都是因為血管都已經有阻塞了 那血管有阻塞大部分又需要時間 今年每月 所以你會看到心肌梗塞常常會發現在中老年人會比較多 可是近年來我們會發現說很多年輕人開始有心肌梗塞 所以我們的推測是跟你平常不保養有關 而且三高年輕化的趨勢 我自己本身的接過的案例是有的 就是我們最年輕的是32歲 而且是女生 基本上女生有心血管疾病的機率是不高的 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前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在每個月的生理期 就是我們的磁激素發揮作用的時候 磁激素其實先天下來 先天就是會保護你的心血管 不會容易阻塞 所以你還沒有更年期之前 女生要得心血管疾病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本身他其實沒有三高 也是瘦瘦的 他只有一點就是他壓力很大 他常常抽菸 這是最大的一個危險因子 那來的時候是胸悶胸痛 女孩子又是這麼年輕的 當然不能接受自己是心肌梗塞的患者 所以一輩子可能要服藥 或是要做好血管的一個保養 其實一開始我們會跟他講說 可能在年輕化的心肌梗塞 要更應該要注意自己身體的狀況 尤其很多年輕人一直都覺得說我的心臟很健康 血管很健康 心肌梗塞應該不會找上我 其實到最後都是心肌梗塞的患者 現代人其實他工作忙碌 很少會注重到自己的飲食 常常外食 好像你吃太多的油脂或鹽分進去的時候 讓血壓上升 讓你的血脂變高 讓你的血糖失控 這時候就是三高就會跟著出現 那一開始可能先代謝症候群 肥胖代謝症候群之後進展所謂的三高 那三高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都不自知 加上他的生活壓力很大 就是可能工作壓力或是熬夜等等 或是有些不良的生活習慣 他容易抽菸 然後酗酒的情況 無形當中 讓你血管的負擔越來越高 越來越大 讓你血管容易產生受損 而產生血管的周狀硬化 跟狹窄的情況就會慢慢的提升 其實要把握幾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說 對血管好的 血壓好 調控的三高容易調節的 包括了哪一些 包括了你可以遵循所謂的德素或地中海飲食 那在以往的研究會發現說 其實地中海沿岸的居民 他們心血人疾病三高罹患率是非常低的 他們的飲食去做分析 他們就會常吃一些像是 在油的部分 他就會吃比較多不飽和脂肪酸的 他會用植物油、橄欖油等等 油的攝取是適量 當然不要過多 但是動物性的油脂盡量少攝取 主食的部分 攝取一些全骨類的高膳食纖維的 像是一個燕麥 或是像是一個全骨類糙米等等 那白米飯可能就是 攝取量跟金字澱粉的攝取量要減少 那可以使用一些堅果之類的 或是減少膽固醇的食物的一個攝取 例如帶個海鮮內臟類 那另外的話在飲食的部分 還有一個很重要常常會被忽略 就是鹽份的攝取 那我們常常都吃很鹹 尤其冬天到了大家喜歡進補 進補的話 有些吃什麼薑母鴨、糟酒雞 然後羊肉乳等等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熱量的情況 另外的話就是要攝取 要控制這個鹽份 無形當中會吃太多很鹹的東西進去 或是一些餃子類、丸子類的加工品 其實它鈉含量是蠻高的 當你的鈉攝取高的時候 你的血壓會跟著高起來 你就容易產生高血壓 高血壓的話 就會對心血管都是一種附帶